骑士驾驭马匹 跳过一公尺高的横杆 动作于契合成 展现出人马合一的完美演出 吸引全场目光 如此高超的技术 可是骑士和马匹多年训练的默契 人马要配合 当然不是说每一片马都会跳 要靠训练 训练好的话 当然人跟马的配合起来 好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起码要练差不多一两年以上 这样才可以跳 第36届中正杯马术锦标赛 在后里马场盛大举行 今年更打破往年报名纪录 吸引上百匹的骏马和精英选手 齐聚一堂展现高水准演出 协会也表示 这次比赛分为两项 3月1号2号率先登场的是 展现丽与美的障碍超越赛 8号9号则是举行 由马匹芭蕾之称的马场马术赛 我们今年一共有450匹马比赛 破纪录的 以前顶多是一两百匹 这次又刚好廉价了 而且我们选手很支持 而且我们这个协会 最近大力的支持马术比赛 所以选手破纪录了 也由于今年是否马年 协会还提供限量的马年纪念簿 让民众抽奖 趁着廉价 游客还能到一旁的后风铁马道 享受骑车兜风的热火之旅 体验台中两马文化的独特魅力 记者陈柏翰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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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